40多年来他都这样挑着物资前进偏乡 人称扁淡姐的麦琼芳 原本只是一名医院洗衣房的打杂工 偶然的机会见到乡下的老人小孩 在寒冬依然赤着双脚 在此之后他就有意收集物资 挑着扁淡送进山里 即便路不好走 40多年来挑坏了18根扁淡 他都没打算放弃过 还资助贫困山区的学子 小方设法帮助他们上学 陆续养育87个小孩 而且为了提供他们更好的教育环境 这些孩子他都接回家里自己养 腾出房间 就算住得拥挤 也没教习那份助人的心 以前我们的床坡就是这边两个铁的高低床 然后这边也是两个铁的高低床 然后中间就放一个小的床房 然后在房间最多的时候就睡10个孩子 算上自己为一亲生的儿子 这87位小孩要拉拔长大可不容易 尤其仅靠洗衣工的微薄薪水根本不够 于是他早上去医院打杂 晚上就去卖考串 打零工增加收入 即便如此 一开始还是有人怀疑 他是不是有利可图 不理会质疑的声音只专注做好该做的事 而他的苦心也不算白费 因为87个孩子里就称都考上大学 还有20人录取北大清华等名校 这些孩子很懂事 都什么工作都有 人也有医生也有啊 科学家也有的呀 所以现在孩子也接过我的吉利棒 为善助学的故事 也被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得知 还邀他到纳斯达克开市敲钟 并容登中国好人榜 对他而言 最大的成就并不是被多少人知道 而是他没有辜负母亲留下的使命 看着母亲留下的最后一根扁蛋 有感而发 而让外界动容的是 他虽然没有取之不尽的财富 却有着无私奉献的心 扭转贫困孩子的命运 也丰盛了人生 记者颜沛与彭淑琳综合报道